日本殿堂级剧青摇滚乐团安全地带的主唱 玉智浩二时隔29年再度来到香港 第一个公开活动就是和李克勤共同出席一个慈善活动 为患病的小朋友达成愿望 当小朋友表演弹钢琴时 玉智浩二也跟着唱起歌来 他还邀请李克勤走到观众面前唱歌 完全没有架子 李克勤说他有两位偶像 一位是台永林 另外一位就是玉智浩二 不知道玉智浩二对这位粉丝的印象如何呢 能够和偶像同台 李克勤已经是愿望成真了 没想到玉智浩二大方表示 希望将来有机会帮他写歌 最近李克勤推出翻唱专情 里面全部都是玉智浩二的歌 不知道他最喜欢偶像哪首作品呢 这个歌其实我在二十年前的时候就已经 希望可以能够唱到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这个缘分 所以这张专业里面其实 第一首我去选的就是这首歌 华语泰去新增的很清明报道